會飛的七彩旋轉球 我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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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關掉它了 如果你是想要學螺旋丸的朋友呢 非常的適合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的主題呢 要來奇怪小物開箱 最近呢都會在蝦皮搜尋一些像是 奇怪的小物啊 新奇的小物 紓壓小物 那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呢 是這個 登登 這東西呢是一個魔術球 然後在蝦皮上的名稱呢 叫做會飛的七彩旋轉球 那我覺得它蠻特別的呢 是它可以這樣拿著 然後呢就讓它這樣子 懸浮在你的手上 第二個呢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呢 是你只要這樣丟出去 就會這樣子 懸一圈之後 再回到你的手上 那究竟 它有沒有辦法做出這些效果呢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來開箱看看吧 登登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小物 它是一個軟塑膠 另外呢 它裡面有一個 風扇 感覺它應該就是用這個 風扇旋轉的原理 然後讓它可以這樣子 漂浮在手上 它在底部這邊呢 有一個小開關 應該按下 喔 喔 哇塞 哇塞 等一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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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現在看到呢 它這個旋轉球呢 已經開始運作了 然後它旋轉的非常的快 並且它有這個 七彩的炫光效果 感覺是蠻厲害 但它在我手上 真的有點正 讓我的手有點 沒辦法控制它 好我們看到了 不能這樣真的浮起來 哈哈哈哈 我被淹靠 剛剛 淹靠了一點小意外 喔 它說的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讓它 欸欸 欸好像有 有有有有有有 啊好神奇喔 欸對對對 剛剛它有點不受控 它下面有一點點 出從口的地方呢 是會旋出非常多的風 加上它本身 軟塑膠的關係 是非常的輕 應該就是靠這個原理 讓它稍微的漂浮起來 你不要 噗養 它怎麼不會讓我다가 很像是這個活應忍者裡面的螺旋丸的概念 哇! 救救救救救救! 它是真的能飄得起來啦 但是呢 有點難控制它的這個方向 因為它的旋轉的氣壓好像是有點不一樣的 好 我再試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你... 好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打開它的時候 它現在旋轉的速度非常的快嘛 所以呢 我現在看不到它的開關在哪裡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關掉它的 我是不是只能等它沒有電了 才有辦法關啊 因為它現在旋轉速度非常的快 我也沒有辦法用手進去 手動的把它停止 它在手上是真的能飄浮的 只是現在的問題是很鬧 真的很鬧 我要怎麼關掉它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關掉它 我們現在呢 彷彿只能靜靜的等它沒有電 在我們等它沒電的同時呢 我們也來試一下在官方網站說的第二個功能 就是呢 它可以這樣丟出去之後 選一圈回來 我們要看一下它的轉向 看一下喔 它現在應該是往外轉的 所以正常來說我這樣子旋出去 它應該是可以轉一圈回來的 那我們就先來試試看 太棒了 那我們換一下方向 可能這個氣旋的部分 好我們等一下 再充寶店 再試一下這個飛旋的這個效果 好我們馬上回來 剛剛試過失敗的原因 在想是不是因為 有把氣孔朝下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氣孔朝下 讓它飛飛看 好我們試一下喔 回 我想一下我是不是要 45度角啊 我們來這個力學小教室這樣 應該是要45度角喔 還是要往上斜旋 好我們這樣試試看 回 回 然後它現在卡住了呢 很棒 可能是我的這個角度真的做的不對 那如果有這個學理工的朋友們 也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說不定你們這個角度做得好 或許它真的真的回得來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試幾次 其實它是會回一個圓圈 但是它沒有辦法 剛剛好的回到我的手裡 那我覺得呢像這樣子的一個道具 如果你是想要學螺旋丸的朋友呢 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可以像這樣 等一下 好打不開 可以像這樣 哈啾啾啾 老西門 哈 如果你在夏天出門 非常的適合你帶出門 然後又很輕 直接當風扇用 嗯 這個小物呢 算是物超所值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小廢物開箱啦 那如果你有在蝦皮或者是其他地方 看到像是這種很搞怪的很奇特的 或者是很舒壓的小物呢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到時候呢我再開箱給大家看看 那如果你喜歡我這一系列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加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